大家好, 焦點視頻, 翼龍之玄機的時間 營骨幕見到我們的翼龍師傅 Hello, 大家好 師傅, 上一集節目尾, 我們都賣了一些關子 我聽聞, 除了八字, 其實還有一些方法 可以知道我們下年的運程是怎樣的 就好像說, 只要在立春日的時間, 一起床, 趕快衝去照自己的樣子 只要樣子不要太衰的話, 這樣都OK的, 是不是呢? 是 那, 有些什麼可以怎樣看呢? 就是, 樣子其實, 我沒理由會變的, 睡醒, 是不是? 你說女士, 還沒化妝就會變 但起碼她都知道自己平時的樣子是怎樣的 是, 當然啦 那, 其實這個說法也對的 是 在面相上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哦 那, 最準, 最好那天就是立春那天 是 那, 但立春前後都可以的 是 因為有時候未必是那天什麼的 是 早晚晚到黃昭八眼, 第二天, 三點鐘才起床的 是 所以, 最好就是立春那天 是 那, 但其他日子都可以的 嗯 那, 通常我們就說 一起床就看看自己的樣子 看看自己, 如果有明潤知識 嗯 明潤知識 嗯 那, 這個就是罪何的 是 又叫做和明知識 是 什麼叫和明知識呢? 是 那, 即是說呢 那, 面看上去是亮的 嗯 那, 亮得來呢 很光淨 嗯 就不是亮得來成面頭油, 面油那些 是 如果你成面油的話呢 那, 亮得來成面油的話呢 嗯 那種叫做 嗯 油頭沒面 是 油頭沒面 是 是 那, 那些呢 如果成面油的話呢 那那年呢 其實運氣都比較窄一點 哦, 這樣嗎 是 如果是亮得來 你拿一張紙巾 啊 抹一下它 嗯 看一下 抹完之後 嗯 還是不是這麼亮的 是 抹完都還這麼亮的話呢 那, 恭喜你了 你真是亮了 對 這種叫明潤知識 哦 那明潤知識 是 怎樣可以形容呢 是 那, 我們呢 就是 大家應該有吃過粟米的 有 大家吃粟米的時候呢 你將它煮熟去 是 那些粟米一粒粒在那裡 就是 有發光的 嗯 那種就叫明潤知識 哦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就回去 買個粟米 灑了它 去看什麼叫明潤知識 到立春那天呢 就拿出來對比一下 哈哈 大師傅 說笑而已 粟米都很和雅的 是那種光 那種光澤 光澤 光澤 OK 那種叫明潤知識 這種的 講法呢 我們叫 就是 顏色呢 就像包縮 伸縮 是 這樣的形容 OK 這樣就為之 最好的一種色 來的 師傅 你剛才提及到色 是的 我想請教 你知道有時候 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 有些人士 他的皮膚 是會比較黑一點 是 例如我們的古天樂先生 是 那怎麼去分呢 古天樂的色 很漂亮 是 他真的有明潤知識 哦 他有光澤 OK 那些 喂 看來你好像覺得他塗了油 是 其實我 估計他是沒有塗油 當然 沒有人塗油 在臉上 以前那個很大隻 那個 不光 沒錯 那些就是塗油 是 是 古天樂應該是沒有塗油 嗯 但是他很亮 黑人也可以是亮 黑人不一定是雅色 OK 是吧 所以你皮膚黑和什麼 其實沒有關係的 OK 最好就是明潤知識 但是最差是什麼色呢 烏雲蓋頂 是 這樣就大件事了 嗯 整個額頭呢 整個額頭呢 整個額頭那些色呢 是 黑色 好像特別深色的 嗯 那這一種來說呢 那就要小心了 OK 師傅有基於人士 他可能因為基於某些病 嗯 他的額頭是會 黃點 雅點 和會 灰點 其實也不是太 太好 沒有啊 灰點那些呢 是屬於身體的健康問題 嗯 即是有病 理解 是吧 順便說完 反正都是 嗯 不如說完吧 好 如果那個額頭是 立黃之色 是 什麼叫立黃之色 嗯 即是黃的 是 叫立黃的色 是 當然都是會令 浮油滿面的 是 立黃之色的 嗯 這些來說呢 就是事業上面呢 就要小心了 哦 可能呢 即是在那年的事業上面 都會有些問題 OK 理解 那師父 我想請教啊 是吧 你知道啊 有時人會很容易心急的嘛 嗯 那 阿小強 他就錄定個鬧鐘 立春那天呢 第一時間呢 就直直這樣 就起來 然後就衝去廁所那裡照一照鏡 啊 那誰知道很不幸途中呢 那他就真的 其實 是不是不好的一個徵兆呢 嗯 通常如果以我們中國的說法呢 嗯 都是有一些叫做不太好的徵兆的 嗯 尤其是立春那天 是 那所以來說呢 就不要那麼心急 你叫阿小強 是 OK 但如果你說不是因為這樣而隆起 嗯 是因為你看到那個額右 或者黑黃啊 嗯 黑啊 白啊 灰啊 嗯 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有個朋友呢 很聰明啊 他教我的 是?他教你? 是他教我的 是 他說呢 他自己是怎樣呢 看到自己額不靈的時候呢 用手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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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著呢 他就覺得自己的運呢 那一天又會好些 這樣樣? 是 OK 他真的這樣 我說 嗯 因為聽到過這樣的說法呢 大家又不妨試一下 嗯 就是希望在不好運的之中 可以轉化一下 OK 是 是 讓他自己的運會好些 好啊 這樣 成師傅貴然 嗯 希望新一年 我們其實所有東西呢 都會是好的事情 就算不好的 是嗎 是 出一出 改一改它 沒錯 OK 希望大家愈來愈好 好 下一集呢 我們再請教易龍師傅呢 其餘一些玄學上的問題 好的 多謝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